東奈亞人可以叫什麼特性 剛才講的衛生 歐洲人比較嚴謹一點點 美國人是比較學和一點點 但日本人也是嚴謹 可是他比較容易跟我們接觸 東奈亞人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除了菲律賓跟泰國之外 大部分是回教徒家 回教徒跟同眾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穿著打扮、飲食習慣、宗教信仰之不一樣 你們知道阿拉伯人 這個回教徒 一天要做什麼事情 拜祖是阿拉 拜祖是阿拉對不對 那你說喔 他譬如說哪邊是西邊 那是隨便亂指喔 你指片的還拜祭拜到耶路撒羅 其實我們飯店這邊是有羅牌的 指正確的地方 什麼地方是蔓家 我們甚至去新加坡的回教室區 一百洗澡的地毯 中間是有個羅盤的 就指羅那個帶的地毯 很多東奈亞的國家 飯店裡面是有指標的 有人在電花板 有人在抽屜裡面 蛤?牠不吃豬肉 你們知道為什麼回教徒不吃豬肉嗎? 蛤?不是吳宗憲講的喔 用牠獲得吃豬來長大 不是這個原因喔 豬是個雜食的動物 容易傳染疾病 牠以前科學不發達 醫學不發達 有次吃了傳染疾病 很多人會死掉 所以牠們會在可蘭經裡面 跟舊一類的聖經裡面 不准牠們吃豬肉 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 牠的生活習慣不一樣 回教徒最早是什麼樣的民主 是不是流木民主 他們是農耕的 你有沒有看 你假如今天放牧 放牧豬怎麼辦? 豬怎麼吃啊? 豬要缺氧嗎? 豬一直都不是牠的食物 跟牠聊得起 猶太人跟回教徒 還有不吃不帶咳 就是沒有魚鱗的海鮮 沒有魚鱗的海鮮 然後不吃帶咳的海鮮 所以蝦、螃蟹跟貝類的東西 牠不能吃 不能吃雞跟雞蛋一起煮的食物 不能吃牛奶跟小牛肉做出來的食物 那很奇怪 為什麼不行呢? 牠說你拿母親的小孩跟母親一起做 就是雞蛋跟雞 你拿母親的奶去煮他的小孩 也是不行的 就是小牛肉跟牛奶 那小孩很奇怪的 可是你要去注重牠 所以要了解你的客人的屬性 再來 港澳新 其實就是華人 所以又跟上面的是一樣 可是呢 他們會非常喜歡這邊的生活方式 因為他們沒有 香港、澳門、新加坡 都沒有這麼大的自然 大自然的風景 沒有民宿、沒有田野、沒有牛 沒有星空 旁邊變得像是大自然的風景 所以它是假設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在運動給它很好的服務 台東就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 那個時候 我們要去做這個直飛的 從香港來的安心 就是這個原因 你要知道客人叫什麼東西 你被虛操得很快 所以早上我們在講這個 是廖老師講的 還是袁老師講的 從城市來的人到這個地方 你們覺得不稀奇的東西 我們就很稀奇了 那你想把台北的 或是城市裡面的 現在的東西放到這個地方 你說 你怎麼領得過它呢 對不對 所以不要去想那些事情 人家想說 我們有什麼東西 給客人感動 所以 做困難性的服務 不要做普通性的服務 好 主動跟被動 這個意思是要求 一個是追求 追求是主動的 要求是被動的 可是各位 我們的人生裡面 不可能的 或者是追求的 一個事情是被要求的 可是想說要求的做好 可以達成比較追求的目的 那就沒有關係 那關心客人 那關心客人呢 學得好嗎 好險這東西 有沒有收乾淨 了解嗎 不是說 因為這樣你叫你沒有喝 電話打了沒有 不是這樣子 所以 站在這段地上想事情 是可能 是最好的事情 主觀心客人 重要 自信心 我覺得財通人 應該是有的 但只要不要加緊 我覺得我們 有先天上的團結 只要後天的演別 或是大家 啊 求一天的演別 請問 哦 再加外語能力 也就是 呃 不用講得很好 只要幾句就行了 萬一的四句就行了 你如果是今天去歐洲嗎 啊 你是不是在做的 你走到一個店 什麼店 你看什麼店 你不理他 他說 你還是有事 你還是有事 你也不理他 哦 你說很熟的啦 會啦 會啦 你會感覺怎麼樣 一個金髮來源 之前可以說 很熟的 你也會 對嗎 平日相同是 客人是快樂的 你的眼神 不能再嚴肅 客人很嚴肅 你不能太高興 因為你就不打敲 然後現在我上面 你都沒有笑 我講到現在 我一直碰 你沒有笑 而是說 有點勇氣 那就是 那個是 慕迎慕送很重要 哦 早上 袁老師也講說 這三個二十分鐘後 我還是該進去 這叫慕送 那什麼叫慕迎呢 客人來 其實我們都知道 一般人是很重要的 叫二十分鐘 往前面 沒有 眼睛在帶著大家 小朋友來 你把它勾勾著 而且你們記住 一部很好的方式 十步微笑 四步開 什麼叫十步呢 他以後面那個柱子 那個 謝花蜂蜂 以後就是十步的距離 開始笑 他以太早笑是笑 你真的 你真的笑 有點像一样 你真的看得到很小 蛤 主要這個地方叫四步 就可以講到 好 好 有沒有 聽得到 四步 開口 十步是五小 哦 觀察客人的表情 眼睛要看不能 高興不高興 我在學校教這個餐廳 有 我問我的學生 什麼時候代表客人 不要吃飯 說 把這個菜往前一推 彈著往前推 就是吃完了 一直玩餐劇 就是 就是 就是這樣 或是把信用卡拿出來 就是這樣 所以它是有 是有表情的 是可以告訴你的 哦 You won't come to us by chance 你們不是我人到我身邊的人 各位你們今天不是我來這個 市場鄉的 客家文化中心 我也不是我人在這裡 不過我想出錢一件事情發生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希望大家 正在這樣 這老師告訴你們 你們再回去 你們的個人到你們的面前來 絕對不是偶然的 那是有選擇的 所以我們怎麼樣 又讓大家帶著 滿意的 感動的 服務的經驗回去 所以一定要是這樣子 世界上是沒有偶然的事情 你們看過公公熊貓 這是熊貓從天上的 就是那個 烏龜的前面 烏龜怎麼說 烏龜怎麼說 烏龜說他就是神龍大俠 另外的怎麼講 他說是一個意外 烏龜就講說 A is not accident 天底下沒有意外的 天底下是沒有意外的 所以 哪個這地方一定是有原因的 怕